啊 大家好 我是涛晋啊 我也来了 今天的话 我不大忍心啊 给大家看这张图啊 因为非常非常的绿啊 总体来说非常非常的绿啊 对吧 然后我知道很多手里拿成章谷和我一样想 我们今天比较红的 而且大盘又长得那么好 今天大盘 今天成章谷其实被做空做的挺厉害啊 或者被抛压的话 还是抛的挺厉害 我 反正我我个人觉得今天又是非常好的一天就灵魂拷问一下自己 这些你手里持有的个我到底适不适合你 很多时候我是觉得 不是自己的个股在跌 我觉得对于特别是对于一些刚刚进入股下班 最难的不是个股在天个股在跌 如果大盘也跌的话 你觉得也还好 最难的是你的个股在店 然后其他个股在涨 特别是这也倒算了 特别是还会有很多噪音 这时候会有很多声音告诉你哎 你为什么买一些连 连连你为什么去买一些公司 连他钱都不赚的 到现在还在亏钱的那些公司 你干嘛不去买一些大的一些科技工 你看大的科技工长多好 对吗 我觉得这些声音的话 我觉得是对于一些新对于一些刚进股市下班是最难的 因为比较难判断 我觉得会影响会影响一些判断的啊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就最简单最简单 其实股 我觉得我个人真的觉得股市里面最简单的 不是要去抓这个股市的一个规律 而真的是从一个公司本身去出发 你从这个公司本身去出发 你从这个公司本身上 你从这个公司本身去出发 你往后去看的话 你往后去看一年或者两年甚至三年的话 你可能现在这些噪音对你来说可能不会非常非常的影响你 好吧 特别是这就好比在大盘跌的时候总有人会告诉你大盘要崩 对吧 或者大盘在涨的时候总有人会告诉你现在大盘是虚高 是一样的道理 你总会你随便在任何时候你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的 我觉得怎么去判断有些声音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怎么去判断有些声音是噪音的话 这个挺难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了 好吧 然后我想再重复一下我昨天的一个观点 然后我昨天什么观点 我说一些大的一些科技股 因为大的科技股 这一季度的一个财报非常非常好 增长非常非常高 增长就是营收增长 就是一个他的一个top line 他的top line 首先我我对他的一个top line 能不能就他的一个增长 能不能继续保持这么高增速下去的话 我是打一个问号在那边的 但是如果说这些大的科技公司 他们一个成长能都能 现在的话都能保持那么高的话 对于投资一些成长股的一些小伙伴来说的话 你就需要你就需要去看一下你自己那些公司 或者你买的那些公司 他的一个营收成成长或者营收增速在哪里 如果那些公司营收增速可能只是在30%到40%的话 你就是要重新考虑一下 因为那些大的科技公司 他们的一个top line 他们营收增长都能到30%到40%的话 那他们那你为什么不去买那些大的一些科技公司 而去买一些小的一些成长可能 我觉得啊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吗 然后今天事情挺多的 然后我有些东西我就稍微说快点 我怕我忘了啊 先说一下stpk stpk的话 其他今天是换tick 然后啊 我昨天忘了和小伙伴说了 然后也是因为其他一些小伙伴提醒我 他今天换tick 换成stem了 啊 我我个人因为真的很多个股我要追 很多时候我真的是没时间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其他一些小伙伴 然后提醒我说今天是换tick 有点出乎意外的是 其实今天的话 他stem的话 以后我们就要叫stem了 不能叫stpk的吧 今天有点出乎意外 其实今天stem的话 他还是涨了一点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什么例子 就是股市一边 其实是没有逻辑的 对吧 就你很多时候啊 你很多时候觉得就一直因为stpk 它是原来是spack 然后合并完之后的话 你总会觉得有一个pipe down 然后我看到好像尾盘四点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根成交量 但是尾盘的话 现在也没动 好像也没有动啊 就你会觉得他合并完之后会有一个pipe down 但是好像stpk 所以今天你有没有看到pipe down 他你啊 反而不不跌反升 对吗 所以没有什么逻辑 不是说有有合并或者合并完之后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pipe down 当然也许pipe down 还没有开始 但是起码今天你没有看到 对吗 回头的话 我再去 我再去他们的se里面 我再看一下看一下拍拍看一下pipe investor 他们有没有一个locklockup period啊 我记得我上次看的时候是没有的 如果有了解的小伙伴 或者你对se有研究的话 看懂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没人的话 我自己回过头再去确认一下 我记得我上次看的时候 如果有了解的小伙伴 或者你对se有研究的话 看懂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没人的话 我自己回过头再 pipe invest 他们是没有lockup period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第一天 他们合并完之后的第一天 他们就可以从整个市场上去把他们自己的一个investment去卖掉 但是就今天的话 如果就因为如果有有pipe down 有pipe invest 他们选择卖卖卖掉的话 照道理 今天的股价应该是下跌的 好吗 回头的话 我再去确认一下 有确认过小伙伴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我就不用再花这个时间去了 不然的话 没人的话 我帮大家再去确认一下 好吗 嗯 然后我想快速说一下踢到的 我今天本来想加仓的 然后后来想一想 设了100 我其实设了165 我我先说一下我的心目医生 我设了165 本来因为我在188188187.7 应该是昨天建的仓 建的非常小仓 本来我想 100 因为我知道 我看了有非常明确的 今天今天早上是非常明确的 在169的话 其实169168169的话 其实是是一个前低 是前是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新低 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个啊 是一个支撑位在那边 然后今天今天的 你也可以看到啊 168169其实是一个支撑位啊 然后我设的是165 后来我想了一下 如果我说165的话 就代表这个支撑位被突破了 被突破的话 其实我我设165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也没有必要 因为一旦突破这个支撑位 一旦突破168169的话 他接下去可能往下的话 就要去看到160 甚至于160之下了 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就把我165的单也取掉了 也取消掉了 但是168和169对我来说 可能又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 因为对我来说 其实对一正建在一七零或者建在一八七 其实差别不是非常非常 意识仓位非常非常非常 其次的话 我觉得他到现在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市值 对我来说 其实本身就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了 所以我就今天的话 我就没有选择加仓 然后我想说的是 今天你可以看到他日内的一个走势 成交量其实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从这两条比较大的一个阴根阴柱出来之后 接下去的一个成交量的话 我这边是15分钟的一个图 相对要说成交量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你可以看到短时间之内 起码在日内的话 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 168169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在那边 我想再快速的说一下 我对teladoc一个财报的理解 首先当然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我不觉得teladoc的一个财报让我失望 我只能说他的一个财报是一个符合预期的一个财报 因为我首先我感谢昨天大家有很多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对teladoc财报的一个看法 我的理解是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说 他的他为什么他的一个二季度的一个visits 就一个一个total的一个visits 为什么会或者说预期的话相对说是比较低的 或者预期的话 只适合一季度的是吃饭的 我的看法就我不管 我不管他是一个 我我不管 我不管看他是不是visits 或者他的他的number ofvisits的话 他是不是持平 你总体来说你看他 因为最后你不管是不是visits也好 或者是其他也好 最终还是要回到营收上面来的 他的营收的预期 他把他自己整年的一个营收预期 起码还是往上提了20个美元 虽然不是非常非常大 你可以说也完全没有低 但是起码到今天为止的话 他和他们发四季度财报时候给出2021年的时候的财报 一个指引是完全符合的 所以你从你从他的一个top line 从他的一个营收去看的话 一季度是应该应该是交出来一份满足预期的一份财报 对吧 这是满足预期的一份财报 因为整个市场或者说我们从个人角度来说 你要真的对他的一个一个二季度的一个指引 你满你不你不满意的话 那你你应该在他们发布发布四季度财报的时候 你就应该对他四季度财报就不满意了 因为因为他我说了不管你是最公司什么 最终一定是反映到revenue上revenue才是说话 对吧 你如果说 你对四因为四季度他们发四季度财报的时候就说了 2021年整个一年的一个revenue projection的话 差不多年增长100% 我记得是99%吧 差不多到100% 那现在的话他一季度财报出来之后 他还告诉你 哦 相对于说还稍微好了 那么一点点 那凭什么我们就在今天看完一季度财报之后就就觉得太多个财报报了 或者就或者就觉得太多个不好呢 因为他们今天一季度发完财报之后出来的数据是完全符合他们在发四季度财报之后给你整个2021年的一个指引了 对吧 我说你对四季因为四季度他们发四季度财报的时候就说了二零二零二一年整个一年的一个revenue projection的话差不多年 你可以说他的财报没有beat estimate 或者没有没有beat他的expectation 但是你不能说他的财报是暴雷的 对吗 至于eps的问题的话 我昨天已经聊了 我就我今天就不再重复了 好吗 反正就是反正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我知道啊 反正大家可以不同意也可以也也可以觉得他这家公司的话或者不看我这个企业都是可以反正每个人意见不同 我觉得反正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财报的一个理解 好吗 然后我想快速的看一下你有的一个财报 我我确实和大家说一声抱歉 我确实有一段时间啊 没有花时间去关心一下你有了啊 我我尽量啊 然后我尽量啊 找一个双修士的话帮大家再整理一下 然后你有的话财报的话 我也在细修啊 仔细的去看一下 因为我没我实在是没时间去看他们一个仔细的去看他们财报过的话 我全部扫了一遍 好吗 我觉得你有今天的这份财报的话 放到三季度或者放到四季度的话 这个股价一定是上电的 好吧 啊 你想他他们当他们把交付量放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啊 当初的时候交付量他们是说啊 就一季度刚结束的他说刚结束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说交付量是20050对吧 我觉得是 然后实际出来的实际数据出来是20060但是revenue的话 比华尔街预期的一个revenue要高 非常非常多 然后啊 我看了non gap的一个eps的话也高啊 gap的eps的话是低于华尔街的一个预期啊 但是他的一个最主要是他的一个margin的话啊 这个vehiclemarginvehicle我这个margin非常重要 这个vehiclemargin的话21.1 我觉得我应该是 我觉得这个margin的话应该是远远高于华尔街的一个预期啊 这一点非常好 然后啊 我我记得我 我在盆盘上好像扫掉一条新闻的时候 他们一个一季度的一个margin的话 好像是temporary 好像是暂时的啊 回头我我再把东西整理一下 因为我今天实在没时间了 好吗 啊 反正这这份财报里面的话 他还提到了二月份的时候 因为芯片的一个问题 芯片其实不单单是你有一家公司 基本上全球所有的车厂都会有这个问题 我以前就和大家分享过一条新闻 福特其实这次的话报了 也是因为这也是因为芯片的一个芯片短缺的一个问题啊 总体来说 我说什么 总体来说 我对你光看表面上来说的话 我对你有的财报 其实 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啊 二季度的一个预期的一个交付量 交付量的话好像是两万两万一千台 我记得是两万一千台吧 然后啊 我不知道黄尔街的预期是多少 然后因为但是 理论上来说 这种交付量的话应该是早就在就受受到芯片影响的话 这应该早就已经被pricing了 所以啊盘后的话我不知道 我前面看的话盘后稍微跌了一点 但是我我我真的觉得你有的话是这一封的财报 我个人相对来说其实真的是比较满意 而但是我觉得这一封财报是什么深不逢时就 他如果他但凡是那三季度或者四季度的话 叫这封财报出来的话 绝对是10%到15%的一个涨幅 好吗 然后的话现在大家看新闻之前 现在大家看一条啊彭博彭博他们的一个研究员 他们一个结论吧 反正啊 因为啊我我我这个频道我一直是我我就我是尽量做到中立 但是我知道我很多时候我是难免会有一些偏向于成章股 但这个没办法 因为我自己就所有东西全部全部投在成章股 然后我自己是非常看好成章股 那我没办法 我可能我很多时候有bias是非常正常 但是我尽量保持中立 好吗 US large cap 就他们这篇文章说什么 他主要的观点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一个科技股啊 泡沫太大或者现在科技股的话太贵 好吗 他说tax should give up fundamental leadership in 2021 就是他们觉得科技股的话 或者科技类公司的话 应该放弃他们一个领先 就2021年的话 他们应该放弃作为一个领头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的话 他们更偏向于什么 他们更偏向于一些cyclical的一些季节性比较强的一些一些公司啊 然后最后的话 他们说neutral towards tech 就是他们对于整个科技公司来说的话 是保持一个平衡 啊 然后这边是第二页 然后第二页的话 他们就说了啊 首先他拿的是这张图里面啊 他拿的是啊 科技公司和标普500的一个对比 你可以看到就蓝色这条线是科技公司和标普500的对比 他的意思就是现在你如果去比的话 科技公司已经比标普外的 首先他看的是pe啊 那科技公司和标普500的他的一个pe的话 已经高出标普500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他觉得科技公司的话 他说的是所有的科技公司 他觉得科技公司的话要往下降百分之十八 才能到达他们五年的一个平均值 好吧 其中的话 在所有科技公司里面 他还挑出来两点就electronic啊 electronic equipment 就是电子设备和it的话 他是说在所有科技公司里面的话 他觉得是最贵的两两个公司 然后大家看第一条新闻啊 首先啊 因为我知道很多小伙伴比较比较喜欢关注一些 比如说一些大宗商品 有很多小伙伴叫我聊一些美元 其实我我个人是觉得啊 我们设立的东西真的太广了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设立这些东西 你去聊债券 聊美元 聊大宗商品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对冲基金在做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们就好像好好的做本分的做好自己一些成长股 或者本分的做好一些自己一些价值股 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好吧 我觉得我们就好好的做本分的做好自己一些成长股 或者本分的做好一些自己一些价值股 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好吧 我觉得 不要去搞太多的一些花里胡笑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 嗯 太难了 我觉得真的太难了 好吧 因为你 你去做这些东西的话 你要是对于宏观经济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掌握 而不是听 而不是听任何的任何人的一个已经 我觉得你要自己本身的话 你对这一个行业 就是好比你对个股的公司了解的是一样的 你自己对整个macro 对整个宏观的话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把握 然后你把握完之后 你还要知道在什么样的一个一个宏观的一个情况下 你该去投资什么样的一些资产 好吧 特别是 我了解的 或者我关注的一些一些对于宏观经济比较了解的一些人的话 他们还比较关注区块链 他们觉得区块链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区 那你可能对区块链也要有了解 所以整个整个投资现在大家都非常忙啊 就学这个学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反正我觉得油管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就啊 每个博主聊的地方出发点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每个博主聊的板块都不一样 其实对于啊 我觉得对于小伙伴来说其实也挺好 大家都有一个选择的一个权利 然后和从不同的渠道能释入到非常多的东西 对 那我这个频道的话 我尽量多的能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一些视角或者不同的一些板块 好吗 那回到这条新闻 这条新闻 他说拼不口他拼不口就是啊 我已经和大家聊过这家公司 不知道大家可以搜一下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基金公司 他们只都大多数是做债券啊 Pinco称他说大宗商品啊 大宗商品长势皆是重要原材料短缺 但是他说当前的繁荣程度没有像没有上一个超级周期那么预期 就是他觉得现在可能不是我们说的一个大宗大宗商品的一个超级预期或者一个supercycle 对吧啊 主要为什么他说啊 他彭博他说大宗商品指数追踪的大宗商品大宗商品 近期交割相对于啊 期货交割一家在市场上被称为现货一家 这其实在英语里面的话 他叫backwardation啊 不理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Google上面去搜一下什么是backwardation啊 以身至以身至于15年来最高水平表明不同市场立即出售啊 实物短缺 其次的话 他说啊 乐观情绪 然后这几年啊 因为乐 因为就是经济嘛 经济广泛来说 他说有广泛的就经济对经济层面上呢 来说的话 有广泛的一个乐观情绪 以及未来几年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刺激 他说但是啊 部分原因完全是因为市场供应吃紧啊 是包括石油天然气的栽档农产品 他说这不是纯粹的一个预期啊 他主要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的上涨到底是因为一个supercycle到底是因为整个需求的一个增长还是因为短期的一个供给的一个不足 因为你要去了解了这背后的一个原因你才能去解释或者你才能去理解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大宗商品的一个supercycle 那么我觉得啊 我个我个人是觉得a little bit of both 就是两两两方面的话其实都有的 因为实实在在的就比如说拜登的话 他马上要出马上要出台很多啊 关于一些infrastructure的一些建设 这些东西的话全部都是利益全部都是有利于什么 全部都是有利于大宗商品的 但是我说最近的这一波涨幅的话 我个人觉得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一个一个supply demand的一个需求端和供给端的一个不匹配 不单单反映在大宗商品上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这chip shortage芯片的一个短缺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现在的一些物价的上涨一些短缺 我更多的是觉得一个我们说的一个supply的一个bottleneck 就是因为大家reopen特别是美国现在reopen的 现在一个复苏的话复苏的那么好需求钱下去 然后现在大家又复苏又可以出去了 然后需求一下子上去的话供给端是一定跟不上的 对吧 就我觉得这从反面也自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了整个市场上对于全球化的一个依赖性是有多么的大 对吧 一旦因为前段时间我觉得很多人会说deglobalization 就是去中去全球化去全球化 我觉得今天这种例子的话或者现在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就是你一旦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个别的国家啊供给链到供给端的话 它没有那么快的一个复苏的话 直接影响到整个全球的一个通胀 或者整个整个全球对于需求端的一个一个一个满足不了 对吗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要去理解是不是之后的话 是不是大宗商品还是在他一个整个上涨的一个super cycle之上的话 我觉得你自己要去理解这两个问题 我个人那个理解是啊 大从大的一个方向上来说 确实拜登拜登的一个一个infrastructure bill 或者一个infrastructure 他的一个plan的话 做基建的这个plan的话 一定是从大方向上有利于大宗商品的 甚至于你说欧洲的话 他们也许也会欧洲其实基建的话一直在找 但但是也许他们以后的话也会有一些基建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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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出来 这些都是有利于大宗商品的 但是短期之内的现在的这些涨价的好 我个人觉得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个supply和店门的一个不匹配 好吧 啊 然后来看一下这条新闻 然后这条新闻可能不起言 但我觉得啊 背后的意义还挺有用的 因为啊 新闻它是说美国以零利率的一个就0%的一个收益率出售债券 首先这个零利率的一个债券的话是四周期的一个债券啊 这边其实就是四个星期的一个债券 就是一个月的一个债券 美国的话发布了 然后美国的话它是发行了一个400亿的一个40 billion 然后它利率为零 利率为零是什么意思 就是啊 整个市场太火热了 大家都要去买这些债券 那你都要去买这些债券的话 等于什么 等于你直接把这个债券的一个价格给逼上去了 逼上去的话 它直接导致利率就降低了 所以 就零利率的话也有人会去买 但这背后的一个含义是什么 我说为什么 我说重要 这背后的含义就是很多人 比如说现在一些游资的话 你觉得现在有游资能去呢 很多人如果说现在股市的情绪又不是非常高涨的话 那股市又不能进 那债市的话他们敢进吗 因为债市的话还是有特别十年美债的话 还是有上上还是有上上走的一个压力的 因为通胀的一个预期在那边 从十年通胀的一个预期 break even的话 还是在2.42.4级左右 所以时间美债率还是有上升的应该 所以人家很多人现在这些资金的话 也是不敢进美 也是不敢进美债的 美债绝对不敢进的 那只能进哪 只能去一些短期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一个月一个月 因为每个月就换 我们说一个rollover 对吧 每个月的话 你就去一个月后一个月之后到了到期之后 你再去换再去换一个 也再去换一个 所以这些资金的话 现在基本上现在我们说on the sideline 就是在旁边一直在观望 所以现在这背后的含义就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资金其实是在观望的 这也是导致了现在的股市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情绪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的高涨 好吧 然后大家看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的话 我是今天在蓬勃上面看到 蓬勃 他们是用这个指标来看整个market 一个sentiment 看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面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是第一次看的 然后我就去 我就去稍微看了一下 了解一下 我不知道有有蓬勃的小伙伴 其实你知道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指标去看一下 不然的话 其实以后的话 我会定期的话来帮大家更新 这算是一个高频的一个指标 一个high frequency high frequency的一个一个data 然后他是weekly的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equity long term mutual fund 和etf一个weekly flow 就是他是衡量了一个每一个星期 星期与星期之间 每一个星期会购入 或者卖出long term long term的mutual fund和etf 其实他就是资金的一个流进 或者流出 就流进股市的一个资金 或者流出 流出股市的一个资金 我这边圈出来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peak 或者一个bottom 就如果是这个数字是正的话 就说明股市就是有正流入 然后这个数字是负的话 就说明这个股市是有进流出 对吗 其实这个指数的话 就有点像我们那种超买和超卖的一个指数 他如果比较低的话 他他在一个低位的话 他就是一个超卖的一个形式 就是比较低说明什么 比较低说明有很多资金 直接从什么 直接从就分和etf流出了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的话 2月7日啊 就是这个是2018年的 你可以回过头去看的话 2018年的一个2月7日之后的话 他就是他就是往上涨了 然后就有点像那种畅卖 有很多人情绪非常非常低 然后大家在大大多数人情绪非常低的情况下的话 接下去就可能什么接下去就可能反转 股市就要往上涨了 对吧 因为情绪低之后 因为股市跌的太厉害 3月还有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的一个3月25号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2020年的一个最低点 或者整个整个情绪市场情绪非常非常消极的时候 还有一点是让我非常诧异的是在3月17号 今年2021年3月17号 这一个净流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资金啊 一个一个资金净流入 后来我回过头去看 3月17号的一个净流入 其实是在这一波上涨的一个一浪这边 这一浪上去的话 我觉得还挺奇怪的 我为什么奇怪 首先啊 到这一浪 首先这一浪上去的时候 我一直和大家说 我说我觉得它是要调整的 对吧 但是我完全是没有想到在这一浪的一个顶点的时候 竟然有那么大的一个资金会流入 就那么大 这个这个增量的话 其实是这个流入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我个人的感觉 以前有个小伙伴和我建议过 他说 老金他说 你能看得到油管后面的一个流量 然后你去看一下你现在一个流量 你现在流量如果下跌的话 就说明散户都不在了 我觉得挺 我当初我还挺认同的 但是你从现在这个数据上 你去看的时候 可能很多小伙伴 可能他们只是不看油管了 但是还是进行买入了 对吗 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这一个 这一个数据告诉我的话 这个数据 数据告诉我的话 在三月时效 特别是在这一个短期的一个最高点的话 有相当大的一个资金是进入了明确放和etf是进入了故事之内的 好吗 然后现在这个市场 或者现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中心的 我这条啊 粉色的这一条线的话 就是一个零 就是一个进流处和进流入的话 是零 就是没有进流处也没有进流入啊 这个这个数据的话 晚一星期吧 我这边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点的话 应该是一个星期之前的 他不是当下的一个他不是当下的一个数据 所以啊 反正看吧 我会一直关注这个图的 好吗 反正他因为他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更新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更新 但是我会一直关注这个图 然后如果再有一个星期的话 我会一直关注这个图的 好吗 反正他因为他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更新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更新 但是我会一直关注这个图 新的数据进来的话 我会来 我会来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个数据 嗯 参考还挺大 因为起码彭博 他们是用这个指标的 好吗啊 那最后的话 我们今天让brian休息一天 然后我请另外一位老师 罗生彭博老师来给我们讲课 好吗 罗生彭博老师 他他他自己的话已经他自己也是一个创业者 然后以前创立了一下公司的话 也是给高通给收购了 PhD in engineering 好吗 非常非常厉害 一位老师 他说了他今天说他brutal day completely out of expectation but don't cry it's just one of those bad days and the kind of market we must go through 啊 他说今天非常惨的一天 对吗 然后但是 而且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啊 但是别哭 好吗 然后这是我们要经历的 这是 这其实是我们要经历的市场里面的其中的一天啊 反正有好的一天也会有坏的一天 好吗 那希望这期视频大家有帮助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好吗 那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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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